主料,袋装盒粉200克,绿豆盐200克,鸡蛋两个,主量,葱花一勺,姜末一勺,盐一勺,打豆浆一勺,醋一勺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袋装盒粉用开水泡两分钟,鸡蛋打散后入热油锅炒熟炒次盛出备用,炒锅中放宽油,然后放入大豆浆,炒透后, 放入葱姜末炒香,然后放入洗净的绿豆芽炒至断生,然后放放入盐,醋炒匀,最近将浸泡好淋干水分的盒粉倒入,六万片刻,将之前炒好的鸡蛋放入,反匀后集合成熟食用,烹饪技巧 一,这次买的盒粉是湿的,因此在炒制的过程中,需要控制出汤量,否则口感却佳 二,炒盒粉的时候最好用筷子,防止炒碎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